中共持續對臺灣進行軍事恫嚇 也推動提升了臺灣的國際地位 近日德國、英國以及歐洲議會 都傳出要接力訪問臺灣 在德國訪問的民進黨國會議員范雲透露 德國議員貝克已經確定將在10月到訪臺灣 范雲引述貝克議員的說法表示 現在應該是民主國家要團結一起的時刻 另外德新社報導 德國聯邦議員人權委員會代表 已經計劃10月底訪問臺灣 英國《衛報》披露 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計劃在年底訪臺 另外 歐洲議會對中關係代表團團長包瑞翰 對每日净報表示 計劃12月與議會成員訪問臺灣 推動雙邊投資協定